在今年这个北约的部分 看得出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风卫 今年矛头就是对准了 大陆那么现在CNN报道 北约关于正在讨论 如果欧洲大陆东部跟俄罗斯爆发 更大范围冲突 北约将会采取行动 收回一些大陆在欧洲基础设施专案 北约的外交官表示 带头讨论的美国 需要在双边基础上进行协商 来获得支持 同时还有呢 大陆国家主义习近平 富士兰彭丽媛也是个亮点 在11号在北京会见 联合国的副秘书长 以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长 表示愿意来继续旅行 做好亲善大使 做更多的贡献 那么2011年开始 世卫就任命彭丽媛为 结合病跟艾滋病的防治 亲善大使 请教亮哥 这个这届的北约 明年是不是还能够持续 这样的立场 令人怀疑 首先美国就要换总统 现在就可以这样说 对不对 因为川普当选几率实在太高了 那德国明年秋天也可能会换人 岸田搞不好只做到今年9月 那尹锡悦 他胜于任期国会多数是在业当 那法国即将跟左翼联盟共治 所以坦白讲我觉得这个宣言 参考参考就好了 如果明年还能够持续这样说 那再来认真研究 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 为拜登造势的一个场合 所以都把话讲得很硬 事实上我研读了一下 我就觉得没有一个地方 他做得到的 比如说你刚刚举了个例子 所以一带一路沿线的欧洲的重要的国家 要把那个一带一路的停泊店 把它收掉 那你叫波兰先收看看 波兰才刚去访问中国 总统 而且还要邀请中国大陆去投资 波兰那个电动车 波兰跟中国大陆的贸易 有将近450亿美元 就是因为一带一路 不然你哪有那么多 那另外一个是荷兰 荷兰有两大港口 欧洲三大港口 荷兰有两个 路特丹跟阿姆斯特丹 如果不是因为中国 你会有那么大的贸易吗 荷兰跟中国的贸易 超过1000亿美元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商业帝国 所以你怎么可能将它收掉 那德国不是汉堡吗 汉堡我们知道去年 中国不是要去买它的股权 那时候挣扎了一阵子 你要知道德国现在的政府 里面有两个债野党是非常反中的 一个是绿党 一个是自民党 那中国大陆本来要买34.5%的股权 结果最后退退退就退到了24.5% 可是还是卖啊 所以你去想一想吧 德国现在的政权 有一半是反中的 它都做不到 所以我就不知道 这种宣言还有这种扬言的人 到底在 你到底代表谁啦 我猜大概是北欧的人讲的啦 那不然就是波罗的海的人讲的啦 或者是美国人讲的啦 可是你们不能代表这些欧洲国家 因为欧洲国家已经分裂了啦 而且北约是管军事的嘛 你凭什么给人家管经济啊 所以这个叫做跨过界啦 根本你就影响不到 北约从来没有在管经济的啊 比如说那个荷兰那个阿斯麦啊 要不要卖给中国EUV 北约有讲过话吗 没有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莫名其妙越界嘛 那如果说欧盟要来讲这个话 那更没有用啦 因为欧盟就跟一个废物一样啦 基本上各国的核心利益 它根本没有办法调节嘛 所以我认为讲这种话的 为什么不敢署名呢 署名就露出你的国家利益 我估计不是北欧国家 就是波罗的海国家 不然就是美国 不然没有人会讲这种话啦 所以我是觉得看看就好了 等明年此时啊 再来看你北约有没有宣言啊 搞不好到时候写不出来 因为川普说 你们国防预算还没有增加到GDP的2% 没有增加到2%之前 我不要跟你们搞联合宣言 搞不好会变成这样 到时候整个态势可能就 是啊 是啊 所以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看看就好了 因为吹牛的味道太重了啦 而且还说要把纽西兰 澳大利亚 日本韩国都拉进北约啊 讲这个叫做废话嘛 你去做看看 人家为什么要来躺朝鲜半岛的战争风险啊 这个有机体安全的问题耶 那亚洲国家干嘛去躺 你们跟俄罗斯作战的风险啊 所以我说讲这种话就是 完全没有就国际政治来做分析嘛 就吹牛啦 就是这样啊 是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 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 我们来看到就是在海上联合2024的联合演习 您可以看到中央的兵力在12号 在广东这边来集结 那么应对就是海上的安全威胁 要维护国际和地方的一个地区的和平稳定 深化中二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在7月15号到17号 海上联合2024南海联合军演 包含了俄州海军舰艇联合 再加上两国船员海上救援任务进行演练 中方的参演兵力包含 南零号 咸零号 大李号 综合补给舰 围山湖号 还有舰载直升机 陆战队员等等 俄军的部分呢 是派了太平洋舰队完美号 护卫舰 解放军海军战舰分队 迎川号驱逐舰等等 那么另外在俄国国防部 太平洋舰队解放军的海军舰艇船员 对浮动目标进行限定性的导弹射击 还有演习的一个射击 在另外看到南海的部分 日本外相支持南海仲裁案 那大陆驻日使馆批评操作南海问题 我想我先讲 日本外相这个支持南海仲裁案 南海关日本什么事 你日本来讲是对南海来讲 是域外的国家 你为什么这个时候 你来参加南海 南海这边来讲 应该由这个南海地区里面的国家 大家来做一个协商 你日本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 要跟很明白的就是 替菲律宾撑腰 替菲律宾战队 尤其是说日本跟菲律宾 在上周的时候 2加2的这种会谈里面 他跟菲律宾签了一个 互相军事准入的一个协定 从这些以上 再加上他外相发表的这份言论 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 日本在走向军国复苏的一种心态来讲 非常的明显 第二个日本发表这种言论 他就是准备帮美国来 后面超 营污者就是美国了 美国希望利用日本 跟菲律宾结合在一起 来围堵 将这个中国大陆围堵 在第一岛链之内的这种做法 非常的这种明显 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日本的外相 在时候发表这种 支持南海仲裁案 我觉得它的主要目的 在这个地方 那有没有效果 我觉得效果绝对是不大的 因为有关海上 这种南海的争议已经很久了 那我觉得海上来讲 最重要还是实力说话 谁的拳头比较大 谁就比较有这个发言权 尤其是国际之间更是如此 那我们来看 这是海上 中俄两国的海上联合 2024的一个联合演习 当然这则新闻 它主要是讲说在 广东的湛江地区 来实施联合演 但大家不要忘了 在上个礼拜 中俄两国也在北部地区 这个北极海 白丽海那边 也做一个联合的一个 海上的一个巡逻 联合舰队的巡逻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